把兜抬起来 来 叶医生 是她吗 就是她 就是她 就是这个人 你们搞错了 这孩子真的不是我生的 好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还有 谁能来为你作证 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就在宿舍休息 你在撒谎 你宿舍的人说 你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你是今天早上才回来的 我没有说错吗 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我们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 我不去 喂 刘警官 我她不承认是她的孩子是吧 那你这样吧 你把她带到医院来做个检查 我安排 让我去做 你做什么呀 因为连自己孩子都不关心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关心别人 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 就算是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也不一定能胜任 出来 出来 吴院长请速到急认识 你怎么不着急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男人有些时候是不能逼得太急的 你 这这么快你就想通了 您 您 您好 我是那个朱晓岚的老公 我老婆现在肚子疼得特别厉害 可能是要生 麻 麻烦您给她做的抛肤斩手术 你先回去 我马上过来 行 那您快点啊 谢谢您啊 与外科乘住人请速到手出身 外科乘住人请速到二楼手出身 给警察带来个女工呢 做一个副检 给我了 看她丢衣的一样啊 她也不足运 非要破斧上 你帮我去看看是不是金星有问题 对了 我哥怎么了 他太依赖你 没有你他睡得不好 我何尝不依赖他呢 他正常的时候还是挺温暖的 俊伯 你就不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吗 有哪个女人 愿意接受三十件的 我们给你做一下父姐 你就什么都清楚了 是啊 我不做 我年轻轻轻的 又没结过婚 也没有生过孩子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被你们带到医院里面 这要是传开了 你们让我怎么做人啊 再说了 从你那么多的老乡 这要是传开了老家 你们让我一个怎么活 就是因为这样 才要给你做父姐呀 那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啊 我不做 我不做 你说 他为什么会未婚签议的 因为寂寞的打工生活 需要生理调节 女性的荷尔蒙成的对贫衡呀 那为什么生了孩子又不要呢 因为孩子的爸爸负担不起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 负担这个责任呗 你好懂啊小夕 那么当然了 是真的很懂啊 不过不是更应该懂得 医护人员要尊重患者的隐私吗 尊重别人才是尊重自己 你懂得尊重你的 算了吧 算了吧 哎呦 我还忙着呢 店长 名字比较整理 我们又见面了 我不认识你了 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这孩子就要死了 你真的忍心吗 揭秘厕所契英母亲 一个看起来青涩的打工妹 眼睛慢慢往上看 好 再慢慢往下看 好的 精神科 精神科 你们真能够神经病啊 你也猜神经病呢 你精神科把副长科干吗来了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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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啊 你老公 你什么打人啊 你什么打人啊 别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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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护长科干吗 你这样的保护长科干吗 真的 你们这里 住手 这是你 别打人啊 你看 不要打人啊 你你们保护长科干吗 快 来来来 我救了保护长科干吗 住手 hospital 住手 走 你怎么了 撞到脖子了吗 走走 走走 好痛 快点 让你伤过来 快走 娃娃 没事吧 老公 这次真的好想要生了 赶紧 抱上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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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你让你再救救阿姨啊 你陪我相亲啊 你陪我 快了 沈静跑了 你去工厂把这个女人的资料查清楚 我去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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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她好像平时很少会人来往 我只是听说她好像有一个妹妹 在一个职业学院读书 那孩子不会真的是她的吧 我说呢 我今天早上看见她了 她一脸苍白 还说就来月经了 那可血流的 胎儿没事 有点早产的气象 好好地保胎就算了 医生 我不要保胎 我现在就要把她生下来 现在生下来的话 孩子成活的几率很小 凡事都有自然的规律 不能把苗助长了 我不管了 我 我现在就是要生 我就是要生 不然我就告你们了 医生 我现在这个情况 完全是你们造成的 是你们的保健宫推了我呀 既然这样呢 我们更要对你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了 现在 不能手术 我不管 我就是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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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吧 你这做妈妈的 得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任呢 你说 你说 你怎么就那么着急 要把她生下来呢 谢谢 我说 头还疼吗 头疼必须要好好地睡觉 我呢 那边还值班 你就好好休息 你还想走啊 我现在是你的病人了 我要你陪着我 你不是头疼吗 头疼得睡觉 头疼得要你陪呢 我有工作 我的 那个 杨主任 你们先忙 忙完了我有事找你 叶医生 波波 你放手 我放手 你烦不烦呢你 你不配合俊波的质量 我就会一直担心你 我就会担心你 现在孩子有没有流产 你还会不会不舒服 我一担心就没有办法 集中精力工作 你对我很重要 我一担心就没有疏 你还不会无法 哎我 他太不妙了 看看你 我一担心你 然后你去吧 我也不会太过 天后 你个人 儿库 她s 在这家里 叶子 好好照顾孩子 别再让她说说景象 你说 真的会有人 愿意接受一个 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吗 为什么不呢 爱一个人 不是要接受她的全部吗 换成是我 我愿意接受 叶医生怀孕了吗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是你们太投怒了 所以我来的都没有感觉到 你头不疼吗 还不赶紧回去休息 一个人孤零零的生命多没意思呀 拼死保护的那个人 不是还在这儿弹情说爱的吗 想想自己还真是可怜呢 你不要误会了 不管你对杨俊波的感情 是否影响了你对工作的专注 但是她的专注 是你永远无法动摇的 所以别再傻下去了 冬姐 你能少说几句吗 伯伯 你都不关心我 你能冷静点吗 对于一个爱得水深火热的女人来说 是没办法冷静的 走啦 除了找到她妈妈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这个时候 你应该躺在病床上休息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又帮不了什么忙呢 有什么问题我会去找你的 这个太坎是小婴儿带过来的吗 对 不对 这个胎盘的边上有断裂的血管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胎盘 孩子妈妈的大胎盘旁边 长了一个小的胎盘 是副业胎盘 你的意思是说 胎盘还留在子宫里面 糟了 随时会大出血的 你医院那边有没有收拾 一个副业胎盘大出血的用妇 请问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拾 副业胎盘大出血的孕妇 她没有去医院 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不仅孩子会有危险 连妈妈本人 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总觉得这个神经有问题 你有什么根据啊 直觉 叶医生什么时候 开始相信直觉了 不行 我得找他去 神经 叶医生 这个孩子是我的 是我的 杨医生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情况还在我里面 你去吧 刘警官 喂 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 我就是孩子的妈妈 有什么责任 你都让我来承担吧 你把我带走去坐牢吧 姑娘 你听我说 定一个人的罪 哪是这么容易的事 法治制度讲究的是证据 你之前不是说这个孩子 不是你的妈妈 现在为什么又跑回来承认了呢 我之前太害怕了 我不敢承认 但是我现在后悔了 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可以帮你 是啊 为什么要说谎呢 真的是我的孩子 叶医生 你那天看到的就是我 刘警官 你让我和她单独聊一聊吧 她真的是我的孩子 胡说 处女怎么能生孩子 你都没有性经历 孩子从哪儿来的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能让你这么维护的人 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人 我猜对了 我哭是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个孩子 你再不说实话的话 你一条命抵不了两条命 你耽误的不仅是孩子的命 还有孩子母亲的命 叶医生 你不用吓我 你还要降世吗 孩子虽然生下来了 但是太半还没有完全 从子宫里脱离出来 还有副业太半留在子宫里 孩子的母亲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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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指掌 慢点 快 小霞 你怎么了 小霞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让开 大出血 怎么办 准备子宫大出血手术 好 我们来了 陆爷太半只有子宫 一起来大出血 赶紧给他做一个 血小板抗体测试 是不是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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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班医生 小婴儿情况可不好 不知道 妈妈已经找到了 现在正在等待 血小板检查结果 你要加油 坚持住 好的 好的 医生 我的妹妹会不会死啊 还有那个孩子 她会不会死掉啊 沈静 你是姐姐 姐姐是妹妹的鼎梁柱 你要比她坚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挺住 听明白了吗 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快出来 快出来 快出来 朱晓兰 朱晓兰 快出来 你在干什么呢你 你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 不用你管 朱晓兰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朱晓兰 朱晓兰你慢点 你出去 朱晓兰你开门 朱晓兰你不能再跳了你知道吗 朱晓兰你再不开门我叫白了啊 喂 老公啊 喂 老婆 儿子又不太好了 朱晓兰在家叫的数量保护度越来越低 孩子 结果马上就出来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坚持住 坚持住 你还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 你一定要坚持住 求求你了 坚持住 万医生 结果出来了 马上准备 给孩子试解 坚持住 你 你 你 坚持住 死亡时间零点五十五分 医生的悲哀就是医生根本没有时间悲哀 12009MCU准备 12009MCU准备 崔崔 崔崔你醒醒啊 崔崔 什么情况 急性白血病 刚才咳嗽特别厉害 现在又用过你了 应该是严重感染 快送吴军隔离室 这种情况发生几次了 我儿子是因为肺炎住得远 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才治好 但是出院没多长时间 就又复发了 这种情况有个四五回了吧 现在抗生素的效果 越来越差 感染情况越来越严重 如果失中性白血球 不能恢复正常 它在隔离室也不能 这个活动 医生 我儿子是不是想死了 最好赶紧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让失灵性白血球上升 可是根本没有合适的分析 我肚子里的孩子虽然合适 可是太小了 复传课的医生 根本不让总抛宫手术 医生啊 我求求你吧 救救我儿子吧 前几天的事情真是对不起了 光想着骗过你们给我做手术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对不起啊 做妈妈的心情 我们能理解 只是这孩子只有二十四周 我帮不了你 二十四周不是也有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存活率吗 而且我在报纸上看到 万医生曾经就活过 二十三周的早产儿呢 这孩子生下来 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 最好的结果 也是终身残疾 所以我不能帮你做 那宅宅怎么办啊 怎么办 他弟弟的血腥和他一样 我不能眼睁看着他这么死去 叶医生 你救救他吧 救救我的宅宅吧 我知道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这孩子的周数实在太少了 就算生了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他能活下来 照顾一辈子有残疾的孩子 我能接受 可是要是眼睁睁的看着我养了七年的孩子 就这么死了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可这肚子里的宝宝 他也是一条生命 他不能成为他哥哥的治疗剂 叶医生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把他当做宅宅的治疗剂怀上的 叶医生 你要是不能帮我生的话 我就去找别的医院 我们一起再等一等好不好 做臂超的时候你也看到了 你肚子里的宝宝他多么地活跃 被撞了他没有屈服 妈妈跳绳他也没有屈服 你怎么忍心为了哥哥 就这么活生生地把他从肚子里拿出来呢 剩下来两个都还有活的希望 要是不生的话 就看着另外一个就死了 我做不到